用最頂級的牛肉 以最完美的處理方式 整形再整形 將滷過的肉塊 邊邊口感不好的地方 全都修剪得乾乾淨淨 光是不要的肉 就比留下的還多 經過一道又一道 去無存進的繁複手續之後 這些各種不同形狀的 寶石牛肉塊 真的可以說是精華中的精華 自從台灣有了牛肉麵節 各家私房牛肉麵 有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了出來 也讓牛肉麵 成為台灣集聚代表的國民美食 在台北 據說有一間牛肉麵專賣店 不僅可以做出世界第一的牛肉麵 甚至還被譽為台灣的國寶牛肉麵 造成國內外上百家媒體 爭相採訪報導 造成廣大的討論 到底這小小一碗牛肉麵 有什麼獨特之處呢 多客人耶 那達至富豪人生耶 哇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喔 老闆是嗎 有 老闆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看我拿這碗來 是要拿來給你盛麵的嗎 是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是 那你這邊有什麼樣厲害的牛肉麵 可以讓我吃吃看 我這邊有一個比較 就是說入門款的 對 但是是富豪錢的 所以一碗都是五百塊錢 五百耶 對 五百耶 是 五百的話應該在外面 你已經吃到那種 超巨無霸的牛肉麵 才是五百塊 對 所以你這樣這麼小一個尺寸 就五百了 對 沒錯 來 先來一碗我吃吃看 沒有 好不好 看來要平常世界第一的牛肉麵 口袋可要夠深才行啊 哇 天啊 這牛肉不僅軟嫩 一碗還能夠吃到不同的部位 糖頭喝起來 則有一股清甜回甘的韻味 越喝是越順脆 老闆表示這還只是入門款 接下來要請我享用 進階版的冠軍牛肉麵 這個是一千五碗 一千五碗 對 一千五碗 我接牛肉麵 這個牛肉還有圓形耶 對 這真的太特別了吧 不好意思 我接個電話 你接 這個更輕耶 這個好燙啊 喂 你好 我這個禮拜六的中午是不是 好 沒問題 就是 六碗一萬塊 好 沒問題 什麼 一碗 一碗是不是 一碗一碗是不是 原來這世界第一的牛肉麵 價格也是居世界之冠的 老闆自豪地表示 他們的牛肉麵雖然貴 可是天天都高棚滿座喔 看看這些消費明細 可不是什麼精品店刷卡單 全都是來朝著牛肉麵的 究竟這萬元牛肉麵 有什麼樣的魔力 讓我們來看看製作明星 老闆 你現在在切的部位 是什麼部位 這個是 它等於是牛腱筋跟肉 它混合的地方 是 這就是上萬塊錢用的肉 沒有 這只是其中 大概一千五左右等級 一千五等級 對 因為我們會把一個肉 我們在全新的時候來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挑選 是 像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它不漂亮 OK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使用 那怎麼辦呢 就是煮湯把它用掉 煮到碎掉 煮湯 對 就客人不會吃到這個肉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洋蔥湯 要靠牛肉去 所以牛肉去煮 煮才那個很濃的感覺 因為我們煮一次 所以你覺得牛肉漂亮 就把它拿去煮湯 煮湯 因為造型上不好 對 而且不好吃 賣相 對 像您看像這邊 一般它來的 肉裡的紋理已經不好 對 不好的話 這個我們後面的那個形狀 不會好看 湯頭 我有聽過人家 煮到幾天以上 你們是不是煮幾天 其實我們煮的話 應該算是煮一天 一天 對 但是我們要冰一天 冷藏一天 煮一天 冷藏一天 為什麼要冷藏它呢 冷藏的話 一方面可以讓它的油 跟它下層的肉渣 我們可以去分炭 因為一冷凍的時候 通常我們這樣 我們吃豬腳 冷凍的時候 那個油會浮在上面 對 是 先把它浮在上面之後 要把油去掉是嗎 全部去掉 所以你們湯頭 剛剛喝起來是輕的 對 完全不一樣 對 但是這個方式 也可以去除它的腥味 哇 這是一個技術耶 那你現在處理這個肉 像我這個地方 我會說它這邊 像它這個很像是 有點像是皮啊 或者它這個筋 這個在口感上 都很容易黏牙 不可以黏牙 因為你煮完之後 你就來不及分了 對 不好 你在生的時候 就已經要先從眼 那個 你的眼睛就要辨別出來 哪些是屬於那種油皮啊 最後大概 流下來大概不到一半 後續的過程還會去炒 炒之後還會再去滷 那滷了之後 還會再用剪刀去修剪 所以最後剩下 大概都是三分之一不到 大概就是四分之一左右 我可以用四個字叫 去無存精 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就不斷的用過程當中 繁複的手續 不斷的把不好的去除 剩下最精華的 端上做去給客人使用 所以它的價格就比較昂貴一點 挑選出最適合的拿來做成牛肉麵的 高級牛肉部位 將牛肉分類 賣相不好的牛肉淘汰 拿來熬煮湯頭 將25斤牛骨加20斤的牛肉 慢火熬煮 沉澱冷藏 鎖住牛肉湯最鮮的精華 而賣相最好的牛肉 進行第一次的整形 將多餘的油皮剔除 炒料 滷肉 接下來就要準備再幫牛肉 進行第二次的整形了 老闆 現在炒過滷過 你現在在幹嘛 我現在在 先把它切成一個形 然後之後再用剪刀去修剪它 你還要再細修它喔 對 那修出來的部分是不要的嗎 對 淘汰 淘汰的 那你們會一般來講 拿去做什麼 我們一般會 會有那個流浪狗結會 它會來拿 等一下... 是... 這這個沒辦法用 我吃吃看喔 可以... 它比較沒有味道 這個味道還沒滷進去 已經冷漿了耶 老闆 你來... 謝謝你 你太照顧了我的狗狗了 所以你們真的是 我沒有直接丟掉 精益求精 摧毛求吃 對 聚無成精 一直留最好的部位 對不對 像我這個切掉了這個 待會兒之後再用剪刀去修 還要讓剪刀修 這要怎麼修 這個是不是 修怎樣 因為我們這個... 你跟我講... 這個筋是重點 對 而且這個黃塊的不重點 這裡盡量不要 這裡的... 這個就是不要的 這就修掉了吧 它最主要就是說 在筋跟肉的角度 它其實是三塊肉 你看它是三個... 對 三塊肉 對 跟筋連在一起 因為我們這樣修也不是 也是為了它的口感 因為你肉跟筋剛好一拌的話 它吃起來的口感比較特別 但是這些一塊一塊的 就有可能是放在萬元以上 牛肉麵裡面嗎 這個是1500元的會用 這才1500 1500的才有這個肉 那到底是什麼 才是1萬塊的肉呢 這個其中 這邊您看到有一塊 對 1萬塊的肉 其中有一塊 就是我們現在修的這一塊 像我們這個肉啊 它一箱大概只能取個四五個 一箱肉 一箱肉 對 找到四五顆 對 那因為這個很少 那你這樣1萬塊的麵 一碗裡面有幾個 一個啊 一個 就一個喔 對... 就是這樣可以吃這一條 對 其中一個啦 因為我們每一碗麵裡面 都是大概四五種不同的肉 那其中有一個肉是從就是 筋跟肉混合的農業去找 真的有人來吃喔 有... 不是有人來吃而已 是常常有人訂 每一天都有嗎 幾乎可以這樣 每一天都有嗎 你每一天可能有幾碗 你一碗快點吃 有時候一次十幾碗 也有出現過 對 好了 我覺得你為什麼 你這東西拿下來 我好像好土學家 拿到那種 去那個挖有沒有 那種挖木有沒有 對啊 然後拿到一個 這個是看一下 你看 仔細看一下 這是玉璽 它這個肉也是一半的筋 一半的肉 漢潮的 那這顆它 漢武帝 不是漢武帝 你覺得以前古代人有沒有像 以前古代人在吃牛肉嗎 是 公平裡面皇帝 搞不好都沒有吃過 像這樣子刁鑽對不對 恐怕沒有 因為你在以前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食譜 記帶下來 應該沒有一個廚師 可以細膽告訴你說 我跟你講牛肉整個部位 對 一箱二十公斤的肉 就取這五個 對 也沒有人跟你講說 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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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無存心 所以古代的皇帝 你沒有辦法拿到這個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食材的做法 一直在改變 所以你這已經打造是 現代版的皇帝在吃了嗎 可以這樣講 吃過就是皇帝嗎 這倒不一定 用最頂級的牛肉 以最完美的處理方式 整形再整形 將滷過的肉塊 邊邊口感不好的地方 全都修剪得乾乾淨淨 光是不要的肉 就比留下的還多 經過一道又一道 去無存精的繁複手續之後呢 這些各種不同形狀的 寶石牛肉塊 真的可以說是精華中的精華 老闆 這一格一格裡面是什麼 它是完全不同的湯 對 每一個不同的洞裡面 又有不同的肉 你說這每一格裡面 是不同的湯 對 不一樣 但是都是牛肉湯吧 是...都是牛肉湯 因為我剛剛前面吃一碗 當中你說這是一號湯 對... 所以這每一個都不同的號碼 對... 它等於是不同的濃度 不同濃度 你們是用怎麼樣來區分呢 你們有測量的儀器嗎 用試的就知道了 用舌頭 舌頭就是你最好的儀器 很明顯 味道非常明顯 我可以來試一下 對... 這個沒有那麼... 這沒有那麼多 但因為它是泡肉的嘛 所以味道還是屬於稍重的 泡肉的 這不是拿來給客人喝的嗎 是 也是泡肉也是給客人喝的 它這個是要調整 你可以喝這樣 對... 這個味道很厲害 味道差很多 非常重 這個啊 你剛剛有沒有高耶 對 非常重 你這個味道真的是 已經到一種高狀了 所以它是每一套不同的 這個蛋 對... 完全不一樣 所以它是用濃度來分的 我們有分番茄清溫的 對 然後還有適合加辣的湯頭 還有就是說 牛肉味道比較濃的 比較香 牛肉麵最難的其實是香味 對... 因為牛肉麵湯頭 不斷的一直加熱 加熱之後它會揮發 不會有香的 會很死心 所以不只是牛肉把它分類 分等其中 牛肉湯也要分等其中 都一樣 都分等其中 關不及待 我們來嘗一下牛爸爸 好不好 牛老爸的這個一萬塊 牛肉麵 還有一萬塊 好不好 湯頭你幫我打一下 好 我是吃比較重一點的 比較重 對... 我口味比較重的味道 我們這兩邊 它的湯頭是屬於比較濃的 它應該有靠過它的購物香 湯頭它會加一點醬 它這個醬有一點甜味 這醬是什麼醬 它算是雜醬 雜醬 是我們特別嚐 牛肉麵放炸醬 對... 好酷喔 沒錯 它它會帶有一點甜味 馬上就把它濾掉 它的味道是屬於 比較濃的一個適合感 剛剛好 你怎麼... 你認出很久了嗎 是 你為什麼可以抓到味道的口味 對... 你為什麼口味重 然後我就發現... 而且有... 這個味道後來有一種 有一個香味 對 整個湯不加牛肉 因為我相信麵條下去就是麵條的湯 麵條下去就是這個... 對... 味道會變 因為麵條本身不是麵粉嘛 對不對 它有吸點味道 我剛剛喝這個湯 最後入口的那一上 它回甘回來的時候 有一點牛油... 牛油... 好像我在吃早餐有沒有 塗得很好的牛油一樣 好香喔 哇... 經過這一流串的牛肉處理 湯頭製作 這世界第一的牛肉麵廚房 還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不僅牛肉需要經過 凡部的手續來處理 就連湯頭的製作配料 也一點都不馬虎 湯頭得依照不同的等級來區分 老闆就像Bartender調酒一樣 利用不同的濃度 冷熱的牛肉湯吃 分層調配 替每一碗要上桌的牛肉湯 製作出最佳的口感 還能夠依照客人的口味需求 要淡一點 要濃一點 要甜一點 要拉一點 老闆通通都能夠將這牛肉湯 調配到最美味的狀態 哇...太期待...太期待... 來了沒... 來了沒... 來... 我先聞 哇... 眼睛先不用看 先聞的有沒有 哇... 你光看這個整個碗 在這個碗的這個上面 這一層的牛肉 我覺得就是已經是 枕頭牛最精華的部位了 是 應該這樣講 沒錯 船上的味道呢 忍不住想要睜開眼睛看 你用聞的時候 休閒到聞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要睜開眼睛看 它長怎麼樣 你一長開的時候 哇... 那個透過金黃色的官網 會炸... 炸亮你的眼睛 真的不誇張 這一塊就是要剪的那一塊 有沒有看到 這一塊 沒錯 就是這一塊 其實這一塊 它是金跟肉的混合 乾乾淨淨 乾乾淨淨的 我們剛才在切的時候 大刀破斧的切 另外當中最厲害的牛肉 是這一塊是不是 不是... 不是喔 插它 馬上插進去了 是 有沒有 好 我們先吃吃看 各位 我現在... 因為我要... 我必須要替觀眾朋友講 因為觀眾朋友可能就 我覺得海內外的觀眾朋友 都一定覺得說 怎麼可能一碗麵到上萬台幣 平常講 因為我吃過 大江南北的牛肉麵 光光這一塊牛肉麵 我們在後面一起製作的時候 我就已經... 就是非常的... 就像驚人了 是 我真的是瞠目結舌的 在看待這個事情 我說蛤 你們這樣子剪掉那個... 去掉的肉 比留下的肉還要多耶 是 那咬進去之後 左邊是筋 右邊是肉 左邊的筋是帶著融化的感覺 右邊的肉呢 帶著整個散掉 比較軟嫩 軟嫩 非常厲害 我喝一口湯頭 湯頭是我們剛剛... 其實剛剛有調的嘛 是,對不對 對 帶著濃濃的牛的香甜味 這個湯它其實算是兩層 我們一開始在喝的時候 上層是濃的 那下層不會弄比較淡的 因為濃讓你第一印象很好 對 你說有兩層的感覺是不是 對 就是下層會... 喝到最後會比較淡 我看了 眼睛入色看起來 上面那層是多了一點牛的油 對 這個油都是我們最後才加的 這個油都沒經過加入 所以才會覺得有香味 一般牛肉麵最難就是做出它的香味 哇,層次講究得太厲害了 總共一碗一萬塊的牛肉麵呢 剛剛吃一塊 對 一二三四五六 總共六個不同的部位的牛肉 是 讓我來猜猜看哪一塊是最值錢的 我來猜... 等一下 我來猜猜看 是不是 我研究一下 我跟你講 我大概可以已經猜得到 我覺得我不會猜錯 我覺得我自己有吃心 我覺得我自己有吃心 因為這一塊是油花分布最距離 而且呢 它幾乎是零缺點 你一看就是它的賣相極佳之外呢 它讓你感覺到垂顏欲丁 你就是想要吃它 不然為什麼 你現在還會考慮一下 我等一下再吃 這個你就忍不住想要把它 直接推下去了 是不是這塊 沒錯 好佳 這個可能要直接入口 因為用筷子它直接就過了 對不起... 直接入口真的嗎 對... 我真的太有口福了 你知道什麼叫做牛肉嗎 就是你吃了之後 有死而不生的感覺 就是覺得... 這...天啊 你剛剛那個... 那一沙發那一口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 就沒有了 一碗牛肉麵可以吃到不同的牛肉口感 難怪可以被譽為世界第一的牛肉麵 湯頭從一開始的濃厚牛味 到越嗑越刷取回甘口感 調配的層次變化 著實令人驚豔 每吃一口飽食牛肉 都能夠再再感受到老闆對於牛肉麵 藝術的用心與堅持 真的是會讓人一吃就... 死而不汗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富爾莫薩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乎想像的 台灣 得力